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SWIFT UI的视频 今天是第26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获取手机的方向 是这样 咱们在开发一款APP的时候 咱们总希望能够侦测一下 用户手持手机的方向 你是横平持 你是竖平持 你是躺着持 你是朝上 你是朝下 咱们根据用户拿着手机的朝向 咱们可能会动态的调整一下 UI的显示 所以说这个是咱们手机开发应用来说 必不可少的技术 咱们一定要掌握 好 那咱们就学习一下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获取手机方向的方法 在这个地方我多说两句 因为我当初在做客件的时候 因为今天是录制视频 我当初在做客件的时候 当时还是Xcode 11 当时Xcode 11的生命周期 还是UIKit的生命周期 虽然咱们用的是Swift UI 但是它APP的生命周期 走的是UIKit的生命周期 我是在生命周期的前提下 编了好多的代码 也实现了获取手机的方向 但是代码算起来 大概有这么三四十行 也是比较多 为了一个简单的获取手机方向 编这么多代码 其实有点不合理 对不对 那么今天到了Xcode 12了 生命周期已经变为了 Swift UI自己的生命周期 以前那些代码 都不适用需要做变化 那么我又做了一些调查 突然发现 原来咱们获取手机方向 有最简单的方法 有以前的三四十行代码 居然变成了三四行代码 就搞定 怎么做 咱们马上就看一下 好 咱们先少去马上进入 今天代码演习的部分 大家请看 这么几行代码 就搞定今天咱们的需求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地方 咱们声明了一个模板级的 记载手机朝向的变量 它是有状态的 为什么是有状态的呢 是因为它会根据用户摆放手机的位置 朝向呢 来动态的更新这个变量 那么如果这个变量被更新的话 咱们就会在页面上输出 你是横屏啊 还是竖屏啊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啊 接下来最重点的是这句话 咱们看一下 我把这个屏幕放大一些 就是这句话 咱们呢会做一个unreceive 从系统的通知中心 接收系统的事件 咱们呢通过这个地方 咱们注册了一个什么事件 或者说咱们注册真听一个什么事件 注册真听一个 大家请看 咱们的设备朝向发生改变的通知 或者说叫做事件 咱们注册它 如果系统中发生这个事件 或者通知的话 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呢 接收到 然后呢 咱们把咱们模板级的状态变量 更新成最新的系统的朝向 或者说手机的朝向 这么三四行代码 就搞定了以前我三四十行的代码的内容 所以说呢 非常的好 真的是技术在进步 好 说了半天 到底这个代码能不能行 咱们马上建工程试一下吧 好不好 试一下 OK 首先咱们在Xcode里面 建一个工程 买up 没有问题 然后存到我的桌面 这都可以啊 然后咱们最大化一下 删掉 好 接下来呢 咱们拷贝咱们的代码 其实非常简单 加起来也就十行左右啊 拷贝过来 咱们实验一下 看看能不能达到咱们 取到系统横平竖平的目的啊 编译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选择一个我常用的八加 好不好 然后按command b编译 没有问题 command加二键运行起来 咱们看结果 哎呀 真的是科技在进步哦 所以说呀 就算咱们编码实现一些功能 但是随着科技不断进步 咱们真的是优化咱们的代码 迭代它 达到咱们的又高效运行 代码可读性还高 这是咱们做的最好的系统啊 好 咱们先少去大请看 一上来是竖屏 对不对 然后当我让它变成横屏 的时候 咱们按住这个command键 然后加方向键 比如说加左键 大家请看 是不是变成这个画面显示横屏了 再一下 竖屏了 又是竖屏对吧 横屏 竖屏 没有问题吧 横屏 竖屏 非常好的实现了咱们的需求 咱们就是要这个内容 然后咱们根据这个用户 横屏竖屏的显示 持手机的方法 咱们再做一些画面上的UI的优化 我觉得这几行代码搞定了 我前两天 三四场搞定代码 我今天做这视频 也是非常的激动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给您分享的 咱们如何在Swift UI的应用中 获取手机方向的知识点 非常的简洁 也非常的重要 也非常的常用 您一定要掌握 OK 以上的代码 我都会分享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